如果没有许家老太的阻拦 想必现在坐上豪门阔泰宝座的美人 会是梁朝伟怀利的爱妻刘嘉玲 豪门公子哥许晋亨虽然长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可是私下却是个爱玩的花心少爷 刘过学的他背后玩过不少新花样 追美人更是自有一套 刘嘉玲长得又十分美艳 自然是公子哥爱吃的菜 而许晋亨仗着自家爷爷和老爹 打拼下来的传王家族 把有钱公子哥交椅做得稳稳当当 大手一挥给美人疏通娱乐圈阴霾 花点钱打点好人脉关系 就给刘嘉玲铺好了一条 走上香港顶流圈子的星光大道 乐得刘嘉玲何不拢嘴 格外的美滋滋 安心做起居家烹饪的小媳妇 没少对外喊话 马上嫁豪门的喜悦 可是两人满心欢喜 准备策划一场订婚宴 却被许家两个长辈狠狠掀翻 作为大男人的许晋亨 畏畏缩缩的蹲在爹妈跟前 大气不敢出一声 惹得刘嘉玲里里外外都丢进了脸面 重新捞起事业的她 也只能尴尬到脚趾抓地 却被外人扣上贪心嫁豪门的帽子 而许晋亨却蛮不在乎 因为她明白一个道理 只要找情人不谈结婚 一切都好办 况且在那个年代下 香港小姐出道的美人层出不穷 李姿 陈法荣 李嘉欣 以大决美人让许晋亨看了都直流口水 毕竟许晋亨手里有钱 各个大美人都想嫁好门 许晋亨这个风流公子哥 自然也成了美人怀里的香伯伯 可是令许晋亨都没有想到的是 爹妈早就给她安排好了一个 漂亮又能干的小媳妇 而她却浑然不知 依旧整日在外花田酒地 私下找美人切磋床上功夫 直到对方拿着十个亿赔价 来到她跟前时 她足足被下了一个大跟头 在女儿的腋下里面 陈柏强葬礼上 何超雄哭得有多伤心 也就有多痛恨老爹和红身 后悔嫁给花心少爷许晋亨 婚礼当天 何超雄直接拎着十个亿的陪嫁 坐进豪华婚车 满脸上看不到开心 倒是失落和不情愿占据了九成多 因为这背后自然离不开何超雄婚前 踏进半个娱乐圈时 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此人正是万千少女心中的男神陈柏强 与张国荣谭永林在歌坛的地位平坐 与何超雄互相看对眼 两人还在MV中深情相望 更加牵动着彼此的心 可是尽管两人偷偷摸摸相爱十年之久 却换不来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因为何超雄在老爹的安排下 被迫嫁给了风流公子哥 自从他嫁人后 陈柏强转头开了告别演唱会 往后就被抑郁缠身 整日郁郁寡欢 甚至一度已久消愁 已久度日 灌下去一把安眠药后 在医院插管抢救17个月 终究还是撒手人寰 何超雄不顾人妻身份 硬闯到陈柏强葬礼 亲自为他披麻戴笑 与陈某抱头痛哭 而这些 显然是触犯了豪门家族的规矩 徐家二老丢尽了脸面不说 甚至就连赌王 气得都直跺脚 唯有许靖亨偷偷乐呵 好似终于抓住了何超雄的把柄 但是何超雄全然不在乎 甚至更不把许靖亨 在外风流放在眼里 更是一门心思投入到家族事业上 妥妥成为接管家族的一把手 最终在这段不合适的婚姻 持续九年时 两人终于签订离婚协议 无非不是给了许靖亨 找美人更大的自由罢了 彼时 攀上富豪刘鸾雄的李嘉欣 却迟迟没能嫁进豪门 已经奔四的年纪 脸上开始长皱纹 一点都没了 二十出头小姑娘般的水灵模样 这让他更加心急嫁豪门 直到看到身为光棍的许靖亨讨好时 他一百个乐意扑了过去 但是他想不到 嫁豪门的背后却藏了一个大秘密 李嘉欣抱着四百亿 只能看不能花 原来一心算计嫁豪门的他 却想不到狠狠被公婆算计了一把 当李嘉欣还沉迷在刘鸾雄怀里时 他仗着大佬的宠爱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原配 狠狠输出对人家祖宗十八倍的问候 发起宝永勤的身子骨 眼瞅着顶不住 大手一挥同意离婚 谁曾想不久后还被气出来挨症 年纪轻轻人就没了 可是李嘉欣却顾不上可怜对方 而是一门心思的赶紧找下家 毕竟年纪大了 快要成小姑娘们的手下败将了 正巧碰上 许静恒这个二婚公子哥献殷勤 李嘉欣自然满心欢喜 并且三番五次约会对方 还专门戴上性感睡衣 讨公子哥欢心 而李嘉欣在驾豪门前 却被层层关卡挡在跟前 无非不是许家二老 压根不接受风流儿媳妇 毕竟在饭桌上 李嘉欣丝毫不客气 狮子大开口喊出亿万彩礼 闹得不欢而散 但是许静恒也完全不是个安稳的男人 早前风流程度完全不输李嘉欣 况且许家长子英年早逝 二老年纪早就八十好几 迫不及待想要抱孙子了 而在许家二老妥协的背后 自然早就狠狠算计李嘉欣一把 直到二老双双离世后 李嘉欣才成了外人笑话的小丑 因为即便许静恒身为传王世家公子哥 却压根没有一丁点实权 家族事业没有抓到手里不说 甚至就连四百亿家产 都被二老放进家族基金会保管 李嘉欣嫁尽豪门不佳 却只有阔太头衔 却没有阔太太的实权 即便抱着一个大胖儿子 也不能如愿 我想这背后 想必就是老天的造化吧